我在晚来一会儿这个猫眼罗就握进去了 等了他握进去之后我就找不着他了 哎呀 这个个头是真大 哇塞了 肉也不小 这是刚刚退炒 猫眼罗都在沙滩上 他就在那个水边上抖 这就是撑的洞 哇塞 这个撑的不小 先给他撒点盐看看 有时候撑的一撒盐就出来 有时候你怎么撒他都不出来 他还得跑 这个人好像湿了 他这是不出来 不出来也好吧 盘他 这地方 根据他的废道走就可以了 挖远一点 就能把它抬出来了 应该差不多了 哎呦 我差点掉进去 哎呀出来了 在这儿 看没看见 这个挺长的 就是不太宽 有长有宽 他肉太粗 这个肉不太粗 哎 这个鼻子一遇到危险 嘿嘿嘿 很没说话呢 就掉了 带着了 看这个多宝鱼 怎么样 哇 嘴太大了 都不敢乖他 怕他 怕他咬我 这个可以吧 真不想让我拿呀 原来抓的那些都是小的 有个一两左右 这个等没得一斤多 把它洗干一点 回家之后就不用再洗了 嘴里边要是不洗干净的话 回家的话嘴里边有沙 吃起来牙齿 带着了 这又来一个 这个不知道能不能出来 估计也悬了 端的也特别生 这里 排吧 哎 出来了 今天天气特别凉 看我的手都红了 看来这个遇到车王 不用直接发炎了 直接怼着他的洞口 下去就可以了 不带跑的 看这个八爪鱼有多厉害 直接的 这么大的猫鱼都让他给扒开了 这个肉还特别新鲜 出来吧 就这么点 我还以为有多大呢 一出来就这么点 这个猫鱼是真可怜啊 这边都给撕毁了 你说他这个鱼有多大 真不能敢想象 这个宝掌鱼到底有多厉害 这是个什么 哦 怎么还喷沫了呢 我还以为这是一个酒瓶呢 这应该不是啊 不过是个不锈钢的 哎还废了 带回家研究一下吧 这里多长时间了 里边全是黑泥 这太太奇葩了啊 收着了 沙滩上别的不多 就这个都多了 出来吧 这是一个小花拈线 先带着 这是一个毛鸽 毛鸽现在都挑剔了 原来在水里边 也在沙滩上了 原来的毛鸽都在水边 这家伙 一天一天的 也喜欢晒太阳 在沙滩里边 他也知道现在水特别凉 这又来一个 这个应该是被浪给打出来的 在沙里面都逃不过那个 海浪的冲击 直接把它打出来了 露个口 这家伙 我不抓你谁抓你 好了朋友们 咱们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是阿强 喜欢赶海的帮忙点赞评论转发 咱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